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中美元首上個月中在美國加州三藩市會晤 雙方同意兩國要加強對話接觸機制 中方更表明了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夠承受 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 但兩國領袖會面不足夠一個月 美國高層官員又對中國口出抗言發出挑釁的言論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日前出席 在加州西米谷舉行每年一度的列根國防論壇 他發表講話竟然指出中國不是我們的朋友 而是我們有史以來面臨最大的威脅 他又說中國每天都試圖找出怎樣繞過美國管制晶片出口的方法 意味著美國每分每秒都必須提高警覺 並要和盟友更嚴格地執行這些限制措施 雷蒙多在致辭時多番敦促國會議員、科技企業和美國的盟友 一同阻止中國獲得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先進晶片和尖端技術 已是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陷入激烈的商業和地緣政治競爭 美國商務部正正在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其中一個源頭 雷蒙多今年10月公布了新一系列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的限制 特別是用於開發人工智能的晶片 以防止中國將這些先進晶片用在軍事用途 中國商務部當時已立即提出抗議 指責美方的管制措施不當 違反國際貿易準則 雷蒙多痛苦欲絕中國掌握先進的晶片技術 其實早已有跡可尋 今年8月底他首次到中國訪問 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當時雙方都說要保持溝通 維護兩國間正常的經貿關係 貿易合作不單止對兩國 更是對全世界都有利 但就在他訪經時 中國電訊設備製造業巨頭華為宣布 推出一款使用最先進7納米晶片的 全新旗艦手機Mate60號 晶片的產製傳屬中國自主研發 雷蒙多回到華盛頓後透露 對於華為在他訪問北京期間推出新手機 感到十分不滿甚至是難堪 其實雷蒙多應該早就知道 美國政府在高技術晶片方面 對中國進行打壓不會取得效果 他在論壇上向美國晶片科技界的出席代表指出 美國不能夠被中國獲得先進的技術晶片 華府絕對不會容許在最尖端的技術上被中國追上 因此他發言當時 罕有地公開點名批評 美國人工智能晶片生產商 英偉達開發性能略低的晶片出口到中國 以符合美國的限制規定 他提出警告說 業界這樣的舉動只會適得其反 令華府加強管制措施 華盛頓當局上年以來 硬要對中國的晶片和生產技術還加操控 早已引起美國業界不滿 英偉達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仁芬 今年5月向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拜登政府對華半導體技術實施的出口管制 導致他們的公司被綁手綁腳 令他們無法在最大的市場之一中國開展銷售 他的公司首席財務官克雷斯也指出 從長遠來看 禁止向中國銷售人工智能晶片 將會導致美國晶片業永久失去機會 美國晶片製造業會否因為華府的限制出口政策 而蒙受經濟損失 雷蒙多似乎並不太關心 他只強調保護國家安全 比短期收入更為重要 他又聲稱為了實現限制 中國取得高新科技晶片這個目標 美國國會需要向負責美國出口管制的 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提供更多資金 他甚至具體地指出 那個部門只有兩億美元的財政預算 僅相當於幾架戰機的成本 如果要認真執行對華的晶片限制 就要令這項行動提供他所需的資金 美國明年會進入大選年 由政黨以至政府官員 都會按自身的利益本位著想而行事 更會在有需要時拿中國問題說事 可預期更多更大的中美關係噪音 將會陸續出現 但最基本 而且最重要的一條 是究竟關乎全美國民眾的整體利益重要 還是個別政黨或政客的自身利益重要 華盛頓繼續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糾結 看看誰的損失會更大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和大家朝點短打 拜拜